记者苏方和台北报道,国民党今,22日,召开记者会,批评前瞻二期又是榜庄的开始,成乡计划中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目前执行率不到9%,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则是立刻召开记者会反击。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李俊逸拿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仪、张化县长参选人王惠美争取前瞻预算,扩大轨道建设的照片横打脸。 行政院院会日前通过前瞻基础建设第二期特别预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质疑前瞻第一期特别预算执行率仅三成,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副立院专案报告, 否则将抵制第二期预算。 国民党团还指出,城乡建设集中下半年花丸,已有配合年底选举绑装置意图。 对此,李俊逸先是提出数据指出,从去年9月到今年6月预算分配共427亿元,已执行322亿元,执行率达75.5%,这较执行率非常差。 国民党立院党团中,不乏财政委员会的委员,为何会搞不清楚什么是预算分配数及预算执行率? 李俊逸也拿出国民党团体的附带提案,其中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张化县长参选人王惠美都提案,要求行政院将地方建设纳入前瞻计划。 请国民党把事情讲清楚,你们到底要建设还是不要建设? 李俊逸指出,国民党质疑金管会和法务部等单位预算执行率是零,这些预算都是资安预算,资安预算要由各部会先行提报,各部会统一规格才会发包。 由中央拨款,现在都还在设定规格阶段,如何会有执行率? 民进党团副干事长林静怡表示,各部会的计划案预算要经过设计,规划阶段,国民党团联预算分配数都搞不清楚,难道是因为国民党过去习惯预算不需要审查或是发包吗? 林静怡指出,既然国民党质疑行政院要把多数的钱瞻预算集中在下半年花完叫做榜庄,那今年7月30日石南投县长林明勤说,他帮积极跟中央要道钱,所以林明勤是民进党装教吗? 国民党污蔑前瞻计划,回去却又跟地方相亲说,这些建设经费都是他们争取来的,台湾人民有这么好骗吗? 林静怡说,台湾长期城乡发展不均衡,台北捷运已经很多条线,台中却连第一条捷运都还没出来,大家都知道地方需要建设,请国民党让国家好好发展。